今天要评的这个游戏简直就是今年让我情绪起伏最大的游戏 星球大战 亡命之徒 我们这个主角说起来是平民窟里走出来的绝世神偷 小人物搞大事情的典范 但是牛逼的根本不是他 而是他的狗子尼克斯 偷东西是狗子去偷 开不了的门是狗子去开 走进俱乐部我啥也不用干 就用狗眼扫一遍全程 接下来该偷偷该拿拿 都是狗子在忙活 有狗如此 换个人来也能当神偷啊 此狗在潜行和战斗中的发挥才是大头 召声和卖蒙吸引敌人的朝向 从而露出他们的S 还可以直接起脸输出 硬控单体目标五秒起步 和主人配合好的话 能实现流畅的双人处决 但是就在我决定对这个系统给予一定的好评 觉得他灵活度和性能颇高的时候 这个游戏用他的士兵狠狠地逮捕了我 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 是真的逮捕 这是一个前期强调潜行的游戏 而在我接到第一个潜行任务 进入第一片需要潜行的区域 我发现这里面卫兵的势力 就像士兵76戴上的战术墓镜 露头就是瞬间问号 就朝你的位置静止而来 过来一照面 直接就是一个逮捕 游戏结束 首先你在这个区域掏不了枪 即便掏了也用不出来 因为这些东西见面就是瞬间逮捕 正常潜行的游戏 我被发现了 我起码可以硬着头皮开干吧 再不即可迂回开来 二次进入隐身状态吧 但是这个游戏里的逮捕 结果整不会了 这跟见面奇秒杀有什么区别 后来等我出去野外做任务 发现野外大部分据点和堡垒没有这么严苛 潜行失败了可以开战 城镇里面禁区的机制不一样 这个游戏里活跃着几大犯罪集团 他们在城市里划片而至 你做哪方势力的任务 便会提升自己在这个势力的声望 但会导致对立势力的声望降低 一旦敌对 进入他们的地盘 就算是进入了禁区 会遭受最严苛的潜行判定 不能开战 只会被逮捕 好好好 有这种区别 为什么不能安排一个NPC 给玩家讲清楚 帮派的地盘 那可比城外的管控严格多了 然后再弹出一个提示 城内潜行区域比城外危险 去格外谨慎 这样人不是有个心理准备 不是好很多 制作所欠缺从玩家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幸好我发现了这个差异 没有在投铁硬闯 血压降下了一点 但是很快一个更骚的操作出现了 本作战斗过程中 敌人掉的枪 你可以剪 可以用 但是但凡你做任何一个其他动作 包括近战攻击 上下梯子等等这些最基本的操作时 这把枪就会掉在地上 你没有办法将这把武器变成你的副武器 更别说把枪带走 只能在这个区域让你爽一下 还不能上下爬梯 我就想问这是哪个天才设计出来的东西 我玩游戏这么多年 第一次涌起了强烈的想采访制作人的冲动 你是出于怎么样的一个考虑做成这样 游戏里玩家自带一把小手枪 可以升级为不同模式随时切换 比如普通模式打人类 电磁枪模式用来打护盾和机器人 还有蓄力暴能模式用来打中甲精英等等 造成伤害和受到伤害都会积累能量 蓄满就可以开死神之眼 直接点杀 制作人是怕玩家捡了长枪 读不了死眼吗 不影响呀 完全可以瞬间借出手枪来读的呀 还是怕玩家有了小铁铁不爱牛夫人 那你最起码做到 让我在这场战斗里好好用吧 起码把弹夹打空再扔好吗 你看看和人对个话都要扔翘 我真的服了 潜行失败要硬干也不是不行 这个游戏不管是什么禁区 敌人才有不同 铁打的爆炸罐却到处都有 该怎么办不用我多说了吧 善于借用外力 我用场景道具才是一小博大的关键 你看这俩顿戈上来我们根本不用慌啊 我一个 用爆炸罐就图一乐 真要战斗拉扯还是得钻洞子 不管你被多少士兵追 只要钻进无处不在的通风管道里 追捕的敌人没有陷入无头苍蝇的状态 那我们完全没有了办法 有人想问我 你是如何在防守严密的帝国堡垒 三进三出 我说请看VCR 明年 准备後 找到更多人的 受到达 原来 有 蒸 有 接着 接着 瓶 接着 攻击 ств 猪想 tug importante 如果不用这一首 说实话 整个潜行和战斗还是具备挑战性的 也很有紧迫感 但一旦你在偶然中发现了这一首 那整个战斗紧迫感 便会如数转化为幽默感 这点显然就是个战斗漏洞 明白着细节处就没有打磨好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修补的吧 大家赚紧用 比下一次游戏更新完 你再钻管道 人家小兵直接对症下药 跟里面争俩雷 那就幽默plus了 总的来说 在前期还是得低调形式的 进宝垒只能靠潜行 潜行难度在同类型游戏里 算要求比较高的 不过我没想到 在游戏进行到中期的时候 情况改变了 我们在解锁重武器使用能力之后 可以拾取敌方的带盾重型加特林 这个时候直接开始逆天了 这把盾枪它有多离谱 它的护盾是无限的 只要子弹没打光 只要枪你不扔 那直接就是一个大大的无敌 战斗于是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哈喽 妈的 不是这太狂野了 我血压布 你别这样刺激我 前一秒还是猥琐潜行 见到一个个白皮高仿帝国士兵 头大了跟啥一样 下一秒就开始割草了 过山车一般的体验 这个游戏的技能获取非常特别 不是靠升级加点那一套 而是通过结交NPC来 先解锁某个方面的师傅 然后通过完成特定的条件 解锁具体技能 比如被敌方发现后 延缓其反应的技能 需要击倒被干扰的敌人三次 使用近战攻击 击败敌人五次 完成这些小挑战性质的操作 技能便会自动解锁 比如要解锁摩托车的起跳模式 需要完成一个 飞跃60米的挑战 这个60米挑战也是个绝 刚开始我在一个 天然的高地上往下冲刺 不管是先加速 还是空中加速 结果都不理想 最好乘起29米 我心思这差得也太远了吧 随后我在野外 发现了这么一个东西 诶 我看你小子还是蛮懂的嘛 37米 什么玩意儿 随后我就发现了个更大的悬崖跳台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虽然失败了 但是成功解锁了这个60米挑战 好吧 接下来来说这个游戏的探索 依旧是熟悉的罐头 但是这次的罐头 因为有了帮派任务的划分 地图明显清爽了许多 很多任务声望不达标 过去NPC都不带鸟你 算是间接控制了任务的数量 进入大型城镇里面 除了支线任务和隐藏宝箱之类的东西 还有这一些颇为让我眼前一亮的项目 比如赛马 压住哪匹马赢了之后 给获得翻倍的报酬 正常情况下很难赢 但是有次我在做某个支线时 获得了一个关于赛马的内幕消息 按照这个消息的说法 再回去压住 还真美美赚了一笔 还有打牌 通过筹码摸牌 是手中红牌和黄牌的点数差值 越小越好 最好是凑两张一样的 关键时刻考虑时 竟然可以派遣狗子去偷窥对手的牌 从而决定自己还要不要摸牌 笑死原来我不但是道圣 还是赌神啊 部分主线和重要支线的探索区域中 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相庭化设计 在顶级画质的加持下 让我甚至找到了类似古墓丽影 神秘海域中的那种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探险感 在废秀的古老飞船废墟中 攀爬摆荡 寻找正确的路径 味儿还是比较正的 你不能说它没有 有 但是不多 大地图的尺寸中规中矩 如果你不爱逛图 那它其实还挺大 如果你是像我这种玩大表哥2 骑马骑不够的人 那它要说也不大 不过风景是真的相当顶 骑着摩托在异形草原上游荡 飞驰 赏心悦目的旅游感 探索感还是很足的 尤其是阿基瓦这个 热带雨林风格的星球 在米拉港的街头漫步 令我颇为陶醉 小商小贩 熙熙攘攘 生活气息浓厚 进入野外雨林 我甚至是能传送的 都不会选择传送 而是骑着摩托车 在一片湿润山地中行驶 感受风土人情 这张图算是绿意盎然 但是整体色调 饱和度不高 拥有缠绕着雾气感的暗色调 非常非常现实 到后面升级了水上摩托 只剩在水雾弥漫的湖中时 我直接 我不得不承认 湖中骑车这一部分 就是我在这个游戏中 最为享受的部分 也是我玩过的高画质游戏中 能让我从写实画面中 享受沉浸式体验的一次 非常不错的经历 然后毕竟是星战的游戏 太空旅行部分简单说下 从一个星球起飞 进入太空 包括降落的部分 都有比较不错的衔接动画 能实现一个很自然的 不打断沉浸感的起飞和降落 但是 太空内容很空泛 虽然能没事 架着飞船起飞 到太空中探索 但是其实也没啥好探索 跟着支线走一走 就差不多了 时不时遭遇着太空战斗 系统简单 快感一般 了胜于无 不说实话 太空的质感和飞行感 还是很不错的 是个好框架 如果能好好填充内容 我倒是挺乐意 在这样的太空里 好好飞一飞逛一逛 另外作为一部粉丝项作品 游戏在很多地方 对星战的世界 进行了较好的还原 比如各个星球的风貌 主角的摩托车 撒巴可排 机器人驻手 ND5等等 还可以看到一些熟面孔 比如鼻涕虫 甲巴 可以在它的老窝里 搞一番事情 如果是星战迷的话 等着游戏打骨折的时候 冲一冲 我觉得还是值得 最后总结 星球大战法外狂徒 这个游戏 是令我情绪波动 很大的一款游戏 实际因为潜行太严苛 随手扔枪中明显能改 但是又不明 所以存在着的机制 而让我大为光火 时而又能在游玩中 获得一些意料之外的惊喜 在不同的星球风貌中 享受探索的乐趣 如果这游戏 单就说是玉璧做的 那我反倒觉得 是一款剪法 做得不错的 好艳罐头 但一看 是曾经做出 全境封锁这种 优秀作品的Massive做的 我只能说一句 很是遗憾 把全境封锁 十分之一的武器系统 搬到这个游戏 观感都会好太多 之前做的游戏 是枪剪不完 现在做的游戏 是枪剪不上 什么思路啊 我属实是看不懂